我在這裡要特別提醒的就是 不要過度解讀 實際上這不是 溫家寶第一次對外 說有人情味 政治上開明的話 舉個例子 比如是2006年的時候 他在北京接待了 美國一個智庫 叫布魯金斯研究所 接待了他們的所長 和幾個研究員 在那次會見中間 溫家寶大談了一方 他對民主的理解 他說這個民主包括選舉 權力自衡基礎上的監督 這是一個非常到位的理解 很符合普世 叫它是符合普世價值的 那麼這個在國內是很難聽到的 那這個反彈 它在國內並沒有報導 後來就是 布魯金斯研究所 他們幾個人還寫成了文章 發表在外交記康上面 溫家寶他在國內 是很少有這種相當清晰 符合普世價值的這種講話 最開明最大膽的一次 大家都記得就是2002年 他在人大會議上的一個講話 那個時候政治薄熙來事件 他總理任期要卸任了 他說這個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也會得而復施 在當時的情況就是說 他要卸任了 我們可以把他認為 我們可以把這個講話 當成一個就是告別演講嘛 也可以把它理解為是對 這個左的思想 左的勢力的一個敲打 但是呢就是說我們不能認為 當時呢就是說他講這個話 就是表達對最高領導人 胡錦濤的不滿 是表達對他的挑戰 類似的哈 就是現在呢 他這個在澳門發表的這個文章 我們也不能認為 他就是這個東西表達 對習近平的不滿 儘管習近平倒行逆四 你更加談不上 他是對習近平的這個挑戰 這個文章呢 雖然呢提到了公平正義 但是呢沒有他政治體制改革 沒有他民主 他沒有直接的這種關聯性